小伙查课 本来呢 我是在剪我这个 呃 关于电话卡的一个视频 很快 我觉得 几十分钟剪完了就可以 马上然后准备出发干其他的事 但是呢 有一件事耽误了 所以我整个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一边在剪这个视频的 同时还要一边在处理这样的一件事 嗯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 现在赶紧把这件事 呃 做一个视频发出来 呃 能够及时的分享出去 呃 事情是这样子的 昨天呢 我发了视频之后呢 有一个朋友在 呃 我的抖音上一直在私信联系我 而且发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信息 呃 说是自己的孩子要去看世界杯 呃 由于这个视察的问题 我回复他的时候呢 呃 他那边已经是国内的深夜了 我就把我的微信号留给了他 我说 呃 你先加我 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收到你的信息 我会联系你的 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 呃 通过了这位大哥的一个好友申请 然后这位大哥的情况跟我说完之后 我当时 我当时就是震惊 首先呢 这位大哥的孩子呢 只有17岁 可能 不可能还不到17周岁 还是一个高二的学生 那他想要去看世界杯 当大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感觉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呃 不应该让这个孩子 在高二 还在 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的情况下 而且在现在我们 国家的这个政策 呃 而且在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整个防疫的形势 还是比较严峻的一个情况下 让一个高二的孩子独自来到卡塔尔看世界杯 这个是不应该的 呃 我就直接跟这个大哥说了 我说我非常非常的不建议 呃 您这个孩子独自来卡塔尔看世界杯 呃 我 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个防控的一个形势 如果 非要来的话 一定一定要想好了 你要请几天假 大学校是否同意 另外呢 呃 作为一个未成年人 你是否能够独立的出境 你在这边要待多久 你回国之后的一个隔离 你这边需要多长时间 你是否真的想好了 你如果真的想好了之后 你再来联系我 我再去跟你做一些经验的分享 这个大哥呢 说其实他们也不同意的 但是这个孩子 呃 那最近呢 就是铁了心 就一定要去 呃 他们胆口呢 也是 纠结了很久很久 各种各样的劝这个孩子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放弃这个想法 在这个孩子呢 依然非常的坚持 呃 也说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情况 呃 我是这么跟大哥说的 呃 首先孩子呢 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真的真的不建议孩子 你能够自己的出发去凯特尔来看世界杯 呃 叔叔带你去看世界杯 呃 大哥呢 是非常非常的感激 呃 我知道现在咱们 国内这几年的这个 这个省事 很多人过得都非常的不容易 我知道 因为 大哥家的孩子 有这样的 大哥家的孩子 呃 这疫情这几年 在学校过得也是非常的 不如意 所以 当他有了去看世界杯梦想的时候 他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就一下变了 啊 接着呢 这个小朋友就加了我的这个微信 呃 我呢 就直接给他发了几条英文的语音 我说 你先接受我的一个英文测试 等咱们这个测试结结束之后呢 我再决定是否来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 过了好久之后 他给我发了两条英文的一个语音 呃 说实话比我预想到的要好 我虽然不知道他是读的 还是自己这样说出来的 但是呃 从发音和基本表达上的话 是可以能够完成基本的交流的 然后我又告诉他 我说你这样子 我不止给你一个小小的作业 我希望你能够独立的完成 你现在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你什么时候出发 到多久 要看哪些比赛 呃 你的出发的绑反机票是多少 你的住宿费用是多少 你买球票的费用是多少 你如何购买 你如何是你嗨压卡的 等等等等 你这样给我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列表 然后呢 你把这个计划发给我 我帮你看一看 呃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 他的 是否能够成形 可执行下去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来通过做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 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每一个喜欢足球 喜欢运动的 我们每一个喜欢足球的人 或者说我们崇拜这些球员 或者体育明星 之所以崇拜他们 是因为他们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 在中场上吹响的时候 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 但是这些所有的努力 都是在前期非常大量大量 最最基础的准备工作当中实现的 因此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把你的这个梦想 切分成一个一个小小的目标 分阶段目标 我希望你如何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目标一个一个都列清楚 然后你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分阶段的小目标 其实现在我即使还在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也还在不断的跟我联系 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梦想的火苗还没有熄灭 他还在做他最大的努力 希望能够来卡塔尔看世界杯 他的一个具体情况呢 我不方便跟大家透露 我也会持续的跟这位小朋友来进行沟通 我觉得即使我不能够帮助他 那我还会继续和这个小朋友保持联系 我希望他能够自己想清楚想明白 他是否能够实现这次来卡塔尔看世界杯的一个梦想 我还是在不断的给他拍作业 这个作业呢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把他所有所有详细的计划 列出来给我 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这个计划是否真的可行 在这呢我也不想给这位小朋友太多太多的压力 但是跟这位大哥聊天 我想跟这个小朋友说 你有梦想是真的真的好的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来实现这个梦想 虽然你的家人他们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 我也不希望你现在能够理解 你的家人支持你付出了多少 我想你的家人可能也不会告诉你 但是你先把我的作业完成 好吧 把作业完成 接着咱们再来看 你这个梦想到底能不能够实现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 我在这可以承诺你 你只要能够来 我带你去看C路 但是我希望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的是 我们的梦想只有靠自己去实现 才是有价值的 我也发给了你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我们每天攒十块钱 从现在开始 每天你攒十块钱 每天学一句英语 叔叔可以向你保证 四年之后 叔叔叔带你去美国看世界杯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我也想跟那些 在这儿呢我也想跟那些 不良的黄牛说一句话 当你们联系客户的时候 你们是否知道 对面的是一个 17岁的高中生 他要一个人去看世界杯 你们挣这份钱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们自己心里能过得去吗 我这次来凯塔尔世界杯 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为了这个梦想 我从三月份准备 我准备了大半年的时间 我才最终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 我相信 你只要看我这个账号之前的一个视频 你就知道我做了多少的努力 多少的准备 如果有小伙伴 如果有 在这儿呢 我需要跟一些家长来道歉 如果有 如果您家的孩子 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要来看世界杯 给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我在这儿向您道歉 也同时 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视频 转给他 还是那句话 有梦想是可以的 但实现梦想 要靠我们自己 咱们 您可以的 便宜 帮我 Praise God